13倍 運財複星搞定 全部馬不準備拖檔第四場五班 1600米的賽事 你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中間有一團威 大愛檔就是那隻開心得意 再數入面的上華成甲都快 內蘭天宮出來就眼望望你們放 見到莫幾藥走上來 中間還有運財複星 後面一層馬 外面就是團圓飛帽 中間是黑星 再見到內蘭蜜至 尾五就是那首先鋒 尾四飛龍 一團威一路望 一路走上去尾五 左右有三隻馬 有這隻歡一滿載 無雙小子 包了落尾就是皇帝余齡 接近八百米的段柱 剛剛過了一千 前面呆頭唐痴斗 第二位就是那隻莫幾藥 再見到第三 內蘭蜜至上華成甲 第四位就是這隻運財複星 內蘭綠色衫 是天宮 拍著他外面還有團圓飛帽 最後一層 內蘭紫色衫 橙眼罩 辣手先鋒 再見到中間黑星 外面開心得意 後面才有飛龍一團威 尾三外面 無雙小子 包尾一對 寬恩滿載 以及皇帝余齡 入直路了 前面唐痴斗 和莫幾藥佔 運財複星 紅眼罩開始拍上來 再見到後面 天宮不要內蘭移出去中間 但外面 團圓飛帽也盡上來 再見到中檔位置 勒手先鋒 大外擋的馬 還有這隻無雙小子 最後二百米 見到運財複星佔先 天宮越迫越緊 大外擋的無雙小子 很厲害 衝上來 中間還有一團威 追出皇帝余齡 最後一百米 運財複星 贏定了 穩腳的 連贏位 有無雙小子和天宮 第四名 有這隻皇帝余齡 和上華聖甲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運財複星 以一個相當輕鬆姿態 擺在前一點位置走 結果直路上面 扔掉 看了幾次 潘頓都 第二又近了 天宮 無雙小子 第四名 就是皇帝余齡 運財複星就贏了 看第二名 是天宮 還是無雙小子 很近 兩隻馬 那一步好像是天宮 即是過終點那一步 那一步好像是天宮 看一條線 好像真是九點先 如果是點先的話 即是 11倍 11倍Q 7答9 因為林美6答9 居然變成大熱Q 但那天6號 只能夠中 一起步的時候 其實看到的馬都是齊 中間很努力 紅眼罩 就是潘頓 運財複星 騎起兩步 跟回積極點 主動位 不要像無明目張膽一樣 然後開片 看到慢慢殺 莫紀宇和唐之斗 裡面還有上華聖甲 天宮 稍微撐回 鄧候一格 大愛蘭就是那隻 開心得意 看回中間那一層 我們看到團圓飛舞 就是直眼舞那隻 在他後面白衣 白黑圓點舞那隻 就是黑星 最後見到鐵欄 黃舞那隻 就是勒手先鋒 一團圍的開片 就倒進去尾五 才見到飛龍 在尾四的來欄 然後就是無雙小節 都是在開片 然後見到歡心滿載 和皇帝余齡 起步之後 皇帝余齡的展步 不是很順暢 嗯 一向那個雜雙 他都是不好 他都算了幾多 那隻是皇帝余齡 今天那個位追上來 都不多 是這樣跑的 嗯 這裡轉彎 大家都拿位 沒什麼特別 天弓就很快 其實差不多預備 入籍路的時候已經轉了出來 嗯 但是都是選擇稍留 他也是均速的 他也是均速的 其實騎內也是均速的 都好在叫做頂到那條Q 不過這裡又被一隻團圓飛舞 蓋蓋 其實上來的勢都不強 補充不快 所以繼續賺 萬財福星 今次 雖然都易碟 但不是上次網空 都贏得 都幾輕鬆的 嗯 海面追上去都幾厲害 其實是皇帝余齡 但是他經常都是這樣 只有藍字 只有近字 又不會說 追上去就贏 這樣 看一幅相 我們看到第二名的天弓 剛剛好這一步 其實那個勢就被人家蓋過了 好像剛才的頭場 剛剛那一步 現在回答到那裡 看預計的派彩 跑第一名是7號的運載 復星獨營排48.5 位置派19.5 跑第二名是9號的天弓 位置派17.5 跑第三名 11號無雙小子 位置派52.5 連贏位7答9 大宇門答次元門 有119.5 三重彩 7號9號11號派2039.5 單位派522.5 位置交出答9派45.5 7答11派119.5